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爱的教育 亚米契斯 同情心 诺贝斯和弗兰蒂真是两个令人讨厌的家伙 面对眼前发生的悲剧 他们两个竟然无动于衷 我和父亲从学校出来后 看见有几个三年级的同学 正在用自己的衣服和斗篷使劲地擦着冰面 这是为了使滑冰的速度更快 就在这时 大街的另一头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 我寻声望去 原来是一大群人朝这边走了过来 他们一边匆匆地走着 嘴里还一边小声嘀咕着什么 这一大群人中还有三个警察 最后面有两个人抬着一副担架 他们每个人看起来都是那么严肃 好像发生了一件很令人痛心的事情似的 孩子们从四面八方拥了过来 我看到担架上躺着一个男人 他的头歪向一边 胳膊也往下搭了着 浓密的卷发中渗出了鲜血 有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跟在担架的旁边 一边走一边发疯似的大叫着 他死了 他死了 那个女人的身后还跟着一个夹着书包的男孩子 边走边哭 发生了什么事 我的父亲询问着 旁边的一个人说 这是个泥袜匠 他在干活的时候从五层楼上掉了下来 抬担架的人稍稍停留了一下 围观的人都捂着眼睛 不忍心去看泥瓦匠的面庞 我二年级的女老师立即扭过头去 她简直被吓晕了 就在这时 忽然有人碰了一下我的胳膊 我扭过头一看 原来是小石匠 小石匠脸色变得苍白 身体也不断地颤抖着 也许眼前的情形让她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我觉得小石匠的心理一定很难过 因为她一直用手揉着她的眼睛 直到把自己的眼睛揉得通红 比起小石匠 我真是太幸福了 至少我在学校的时候可以安心地读书 因为我知道我的父亲正自由自在地坐在家里的书桌旁工作 不会遭遇到什么危险 可是 在我的同班同学当中 有多少人此刻正在担心着自己的父亲啊 他们的父亲或站在极转的机器面前 或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忙碌地工作着 可是 只要他们一不留神 就会有失去生命的危险 我的同学们无时无刻不为自己的父亲担心啊 小石匠又看了看躺在单架里的那个人 全身抖动得就更厉害了 我的父亲觉察到了这一点 就对小石匠说 小石匠 你快点回家看看吧 你的父亲一定在家里呢 他肯定在家里安安静静地等你回家呢 小石匠走了 没走一步 还要回过头来看看 单架旁的那个女人仍旧撕心裂肺地喊着 他要死了 他要死了 不会的 他不会死的 周围的人们尽量安抚着他 可是 那个女人听不尽任何人的话 只是一个劲地揪着自己的头发 这时 我听见有人在气愤地骂道 你还在笑 一个大胡子的男人正瞪着嬉皮笑脸的弗兰蒂 大胡子男人一巴掌打落弗兰蒂的帽子 说道 你这个无耻的家伙 你竟然没有一点同情心 人群走远了 马路当中留下了一道长长的血迹 对 马路当中留下了一道长长的血迹 对 马路当中留下了一道长长的血迹